这个礼拜的灿烂时光会客是我们访问了小灯泡的妈妈 这个通告敲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相信王婉玉在接受这个通告之前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思考 不管是在心理心情上面的调整 或是对这些问题的谨慎的准备 都花了不少的时间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自己也有蛮大的收获 特别是王婉玉跟我们提到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去正视这个所谓的加害者 背后的这个所谓的生命经验 他的历史的生成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才能够知道问题的所在 才有可能让悲剧不再发生 从一个受害者的家属说出这样的话 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 也能够给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好上礼拜我们的节目也到了这个台东做的小旅行 然后也拜访了台东新港的教会 那今天这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则的新闻呢 也跟台东是有关的 北南族资本卡大地部部落 30位代表争取参加台东县资本市地 太阳能光电厂营运计划 第一次咨询会议 会议一开始族人就拿出抗议部条 强烈反对县府在未取得部落咨询同意 就贸然做成光电开发计划 部落头目用族语表达抗议 随后集体退席 不管是任何团体任何组织 你要在部落做什么事 在部落土地做什么 开发什么 你必须都要尊重部落 到部落来说明 台东县荒野保护协会和野鸟学会 也在县府广场表达反对光电厂 盖载被国际鸟蒙 列为野鸟重要气地环境的资本市地 并派代表在会议中充分说明保留资本市地 对环境和观光会有重大贡献 台东县政府表示 会请厂商参考各方意见 再做修正 也会在和部落沟通 咨询会议很重要的就是 把大家的意见收集起来 然后请厂商 针对他们所原来提的 投资营业计划书去审视去检视 我们也很疑难 或者说今天其实真正 掌握权力的是县政府 可是他在这一点上 就是躲在厂商的后面 环保团体认为 资本市地野鸟活动的范围 就在要开发光电厂的 226公顷土地上 虽然计划案中有71公顷 是保育区不开发 可是野鸟并不会乖乖地 自己跑到保育区 呼吁台东县政府 重新选择光电厂长址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开发案 事实上就是在这个 悲难族的这个所谓的传统领域当中 在台湾的相关法规当中 事实上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开发 如果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是必须要对这些 原住民有一些很好的沟通的这个过程 另外一部分事实上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 虽然这些太阳冷板的这个所谓的基地 有一些这个被规划在保育 不得开发的这个部分 可是这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息地 而这些野生动物呢 也不会去选择分辨说 到底是一个哪些是保育 或是哪些是一个不保育的地方 我想这个对生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必须要去做更省私人的这个评估 另外这新闻是有一名高中生 发了一个公开信来说 在现在的高中校园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不民主的这些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任何一个刊物不应该有事先的审查 这已经是大家基本的共识了 可在学生的事务上头 却没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权利的保障 导师谦和 这个意见才可以真正的被当成是 校方要看到的意见 这什么意思 这一样是一种思想审查 学生向教育部和总统府 连团资讯修修作 发表公开配计 新闻社团要出办公布 就要先经过老师和学部找新闻 但因为本意不通 加上会控制的电力油 供经济 如果社团就先临手 会以敏感结果来认识 如果学生没有就知道 有专业会将靠分 尽快具体的改善收拾 如果政协的表达意见观度 办台台会 发言需要观度的签名 没有好好不修理 希望相关单位 可以协助好好改善 让学生有主题 不用公平意识的环境 针对表现公开 好好把社团丁清 社团丁甘正经 都会得到社团回忆 也会认识社团代表 来社团丁甘要锅到锅丁 按照社团品的心态 最要还是欢乐 文中堅持到操续 而且应用错误在中方 学生人体和修飞 受路差 未来会继续到后来学生 主题团体 进行对队和活动 希望可以建立 更有優先的发展环境 记者总和部队 我想对高中生的培养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的高中 不管是在公民的课纲 或是历史的课纲里面 甚至在其他的课纲里面 都非常强调一个 叫做独立思考 或者是一些思辨的精神 这些独立思考跟思辨的精神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 就是我们要容许我们的学生 是有所谓的犯错的可能性 或者是我们要让他有一些 去所谓的摸索的空间 而不是一开始就去做很多的限制 因为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其实跟过去的年轻人 恐怕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在从小就接触到 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资讯 怎么样在这些资讯当中 有很好的这些所谓的思辨的能力 或者是这种表达能力 恐怕是要给更大的空间 而不是一昧的去给予限制 或者是所谓的引导 这样的一件事情 最后一则新闻是 郑信泽案的最新的发展 两年前从死囚到再审 中国自由的郑信泽 在家人和律师的陪同下 呼吸到铁窗外的自由空气 106年 再审无罪确定 律师为他申请刑事补偿 台中高分院今天宣判 补偿金额为1728万8千元 是司法史上第三高 台中高分院认为 郑信泽积押时间长达14年 正值人生最精华的部分 同时也面临随时遭死刑 执行的恐惧及痛苦 审则征信泽受羁押 4322日 以每日4000元为适当 但征信泽的律师认为 冤逾死囚承受的身心压力 不能与一般自由行相较 自由行的案件 都有可能判到5000块的 唯一一个死刑的案件 对不对 用说因为他有可规则的室友 这样的减除 我们是觉得 这个是不能够接受 民国91年 台中风源13亿KTV的警匪枪击案 造成袁警苏贤匹身亡 在场的郑信泽被控持枪射杀袁警 原本判处死刑定验 105年再审并释放郑信泽 106年判决无罪确定 原本郑信泽请求刑事补偿 应以最高金额每天5000元计算 但台中高分院认为 枪击案当时 郑信泽确实在现场 自身行为仍有可规则事由 对于刑事补偿金额是否要申请复判 律师态度保留 但仍然肯定这个案件 在简便合作下 获得平反的司法价值 同时点出司法制度 还有许多带努力的空间 记者黄君来时捷 台中报道 反正最后是判定要赔偿 郑信泽1728万8千元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赔偿 因为就算再多的钱 也弥补不了郑信泽 失去的青春 以及被囚禁的大好的岁月 当然我们也希望 这个案子能够早日的破案 能够去让受害者的家属 在心理上也好 或者是在这种所谓的 该有的赔偿上面也好 都应该要有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安慰 而水落石出 也让这一个嫁害者 可以早一点 接受所谓的法律的制裁 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 每一个案子的审判 都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特别是跟人命关天的案子 不管是死刑 或者是有人被杀死 我们都不可以轻忽的 去判案的每一个历程 而且必须要特别的知道 这个跟人命有关的事情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